如果这部影片我现在要去编辑它 例如说我希望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为自己的影片加一点宣传 加什么宣传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点这个结束画面与注解 我通常会加这几件事 例如说这部影片 我会新增一些元素 例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的影片 最后说请点我按赞或分享之类的 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做结束画面与注解 也可以为自己的网站来去做一些宣传 举例来说这边影片或播放 我通常会放最新上传的影片 建立元素 然后在这个地方新增 我还可以再新增什么 配合观众喜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来看我网站的人呢 最常看的影片是什么 我们好像在为自己做广告一样 所以点选建立元素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可能也会把自己的一个播放清单放上去 就是说可能别人日后啊 他可以透过这个播放清单 找到我的其他相关的影片 然后最后我一定会放订阅 就是说这个订阅呢 放在这右下角 这个图示长什么样子 这个图示长什么 这边就会放什么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当做是结束画面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好吧他说缺少播放清单 因为播放清单里面至少两部以上的影片 所以暂时我先把这个Delete掉 好储存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自己的这部影片 所以先听看有没有配乐 好了有配乐嘛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呢 那我们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影片 现在已经播放了六四 好 然后接下来我通常会不会喜欢自己的影片 会 所以我会这边打一个勾勾 就是赞 如果说日后别人看到我的影片 他会针对影片内容来去做一个评断 喜欢或不喜欢嘛 然后接下来重点要看最后面20秒咯 有看到他说 因为我现在只有第一部影片 所以这边全部都没办法去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刚刚做的事情呢 一样是去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来去编辑我的影片 然后让我的影片最后面呢 增加 增加什么 结束画面 也就是自我频道的一个宣传 所以接下来就请你们 现在走来去做一下 最后面的结束画面的设计